你们知道在长沙菜市场 卖好一份小吃有多难吗 长沙最后一逛 我选择了这里 南门口上币相间 这是个什么地方 长沙小吃的黄浦军校 本地菜农的麻省理工啊 哥哥 总结一下就俩这 天堂 美食的天堂 腾哥来了都得忘记家乡 我说的 这个辣椒我看了电腾 诶 整不了 整不了 这个浪哥捆 我记得同事说很出名 好吃那么很多 但是我弟也就相中了这个 GG的尾巴 我那个取48一斤 吓得我尾巴骨都疼了 茶油铁板烤鸭 来之前同事就说了 这玩意不来个半只 你将逛得毫无意义 来了 打小就不精确 怎么办呢 还有这个圣煎波 我看它也就平平无奇 但是别人买我也要买 我没什么文化 我主打一个盲虫 这个台湾农机馄饨 听说也是个网红店 别人吃我 我也不吃 我不喜欢吃 诶 我就保持个性 这个啥 黄金脆皮藕丸子 我还没说要呢 使了个颜色 老板娘给我撑上了 我瞧 确实用藕在做 我就冲这锅油的颜色 我也得买 那毕竟市面上的老油可不多了 先来床一个生间包子 是个发面包子 但它面皮感的比较薄 肉馅很新鲜 现做的 里面没啥汁水 但是底下那层皮 确实非常的焦脆 这个烤鸭我确实强推 我兄弟王宝强推 确实那一瞬间有被惊艳到 你想一下烤过的烤鸭 它再用铁板压一下 这不是美拉德反应 这有他们美拉德反应 对呀 我去 烤鸭的那种油脂味 爆裂爆裂 这个猪尾巴 真的我只想说一句 太漂亮了 我的天哪 你看这中间的瘦肉 开了跟着花似的 好吃好吃好吃 我再尝一下 这个藕杂丸子 里面有藕和那个 波及 一种水果 我们有时候也叫马蹄 不知道你懂不懂 我那个豆的大早上 我再一口 我感觉自己在喝油 家人们 整不了整不了 一口都整不了 这个菜市场 这个没人管了吗 还有乌龟 我去嘞 在老爷爷这买几块腊肉 照顾下生意 再见了长沙 再见了 我的朋友们